面对行动管制 冰岛人文学校科务团队 坚持孩子的人文教育不能停 立刻成立线上学堂 科务组也数数的 在一个星期多的时间里 把原本已经设计好的课程 转换去线上视频教学 同时我们也将这一堂视频的 教学的课程传给各分会的人文学校 以达到资源共享 我们很感恩有资源分享的平台 让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在教学路上我们不会寂寞 除了线上教学 也教导如何烹煮素食料理 我要感谢师姑师伯 他们用新养谷策划这个视频 让我们这些待在家 被他们行动管制 所限制的这些慈哨和食用们 能够在视频上上课 我觉得吃素食 就煮的时候很简单 吃又健康又美味 又可以救低血 所以我们要多多吃素 我要感恩师兄师姐的用心 我们也能够继续精进 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实践 为了让动物不毁灭 因为可以保持我们身体健康 请大家一起在结束时 清净在源头 课程内容实用又丰富 大人小孩都受用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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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